大家好 歡迎回來 這一節就是軍武器言和科學新知Crossover的節目 這一節又是我們之前那一集 我們講到的生化合武器 這個環節裡面 繼我們上次講了Muster Gas的戒指器 這一集我們又有其他的不同的化學武器去介紹 其中我們今天會介紹兩種 一種我們叫做Louis Sides 就是可能你譯做路易斯劑 另一種我們也會跟大家講白輪彈 黃輪彈等等的武器 也都在我們說的俄烏戰爭這次的戰場上的使用 尤其是在俄軍這邊是大量海量的使用白輪彈 會成為一個很大的戰爭罪行 所以今天都會跟大家去分析一下究竟這些武器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現在究竟它對人的破壞是甚麼 以及最大的地方在哪裏 好 當然開始的時候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以及記得subscribe 包括軍武器言和科學新知 好 今天我們有陳博士在這裏 陳博你好 大家好 Larry 你好 是的 陳博 今天我們講起這兩種武器 可不可以先和他們介紹一下其中一種 我想大家會比較陌生一些 就是一個叫做Louis Sides 可能叫做路易斯劑 我們這樣譯了 究竟它是甚麼來的呢 以及它的歷史和它的用法有甚麼得人驚的地方呢 剛才Larry有提到 我們為何想起這集要講路易斯劑和白輪彈呢 其實原因是直接因為 在俄烏戰爭裡面看到俄軍在用著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人類受到化學武器的威脅 其實就未完結的 你看到戒指氣 雖然你說美國已經將最後一批都消毀了 還有如果有甚麼國家你用戒指氣呢 其實都很容易被人去發現的 因為戒指氣 我們先前說它有一種獨特的氣味 用起來的時候 看到視覺上會有顏色 你很容易就知道它有沒有用到 但是其實在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這個化學武器的使用不是一下子就熄滅了 是到了這個冷戰時期 依然有新的化學武器去發展下去 其中一種就是我們所要講的那種叫做Louis Sides 就是這種露疫時劑 其實將來還有機會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如果你說那些沙林毒氣 VX毒氣 屬於一種神經毒氣的化學武器呢 也都是在那個冷戰的後期 你就會看到有發明了出來 但是我們這次一次過不講那麼多 而且又集中回到 因為我們看到 俄軍對烏軍是有用到奴役時劑 和這個白輪彈 所以我們就特意介紹一下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和我們的特性是怎樣的 從那個露疫時劑講起 它是其實冷戰時期才研發出來的 就是在說1950年代才研發出來的 它的化學結構呢 你看就會有些砒箱的元素 有些綠的元素 還有一些碳氫化合物 就是以那個碳氫化合物的支架上面 就有些貼了一些砒箱和一些綠的梨子在上面 它出來的這個化學結構呢 你可能會問 那有甚麼用的呢 原來在工業上面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這個露疫時劑做出來 原來就只能夠有一個用途 就是用來去害人而已 就是打仗而已 其實又要想 俄軍它有這個化學武器 它如果用這些露疫時劑 都很可能 其實就是在冷戰時候已經流下來的材料 而且呢 大家去 軍人去想這件事的時候 通常這些化學武器 你當然希望它做到 有這麼耐用 用得這麼耐用 而且就是說 用起來最好沒有這麼容易被人發覺 在這裡可以將這個露疫時劑和戒指器做一個比較 露疫時劑 基本上可以沒有味的 濃度除非去到很高很高 高到就是說它還在那個液態的時候呢 你就會聞到有一點有人說是某一種花的一種 一種那種香味來的 但是呢 如果開了做氣體呢 基本上沒有味的 相比之下呢 戒指器呢 一開了出來的氣體呢 會是有那陣蒜頭味 甚至乎是那種芥辣味 那是一種刺鼻的氣味 你會聞到的 兩者呢 在高濃度的時候呢 都會有顏色 那麼戒指器就是那些黃黃啡啡的顏色 而且呢 就是說濃度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你都還會看到那種顏色 但是呢 如果說是這個露疫時劑呢 你的濃度真的要去到很高很高 你才會看到那些黃綠啡這些顏色 但是如果它是濃度去稍微調低一些的時候呢 基本上可以做到無色無味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就是 濃逆時劑和戒指器用起來的時候呢 就是哪一種可以更加能夠隱蔽 不知不覺姦去害到人呢 似乎是濃逆時劑有這樣的功能 那兩者呢 對於人的反應是挺像的 大家都在化墓上面歸類了一種叫blistering agent 就是令到人去皮膚破損爆炸啊 那種這樣的化學劑來的 那如果它接觸到眼睛啊 呼吸道啊 那一樣你會覺得葉眼有一種燒灼的感覺 那更加大問題的就是說 無論戒指器還是這個露疫時劑呢 都是的 碰到皮膚呢 都會灼傷皮膚的 而且就是說呢 都要很小心 不要再接觸到油的成份 如果不然呢 就會令到吸收更加嚴重的 那在這裡你會看到 如果你說真的要露疫時劑和這個戒指器作為一個作戰武器呢 你會看到露疫時劑是有一點點的一個優勢在這裡 就是來自它那種呢 更加少的顏色 和更加淡的氣味 就令到它呢 可以那種 就是引力的功能更加大 那現在呢 就算你說變成了呢 你要是烏克蘭那邊去想指證俄羅斯 有用到這個東西呢 都不是太容易的 因為呢 就是有個別的士兵報告就是說 聞到有些東西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聞不到味道的 就眼睛很醃眼 呼吸很辛苦 好像有一種燒傷灼傷的感覺 還有很囂張的感覺 跟著同時間就是連皮膚都是有那種感的感覺 那所以呢 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 咦 由這種這樣的病徵 就去計算了 咦 會不會就是露疫時劑呢 那我想呢 其實在這裡呢 如果你說呢 找回當事人來去做驗證呢 不是說沒有方法的 因為相比於戒指氣啦 露疫時劑是有去專門的解毒 解藥在這裡的 那應該也是由英國那邊發明出來 那如果是你將那個解藥 及時去注射在那個傷者身上呢 是可以防止到它再進一步受額外的傷害 因為它能夠中和到這一種露疫時劑的毒性 那這裡其實這部分就簡單講了一點點 就是說 露疫時劑本身的特性 還有戒指氣的差異啊 這樣的樣子 是啊 所以就看到呢 在二戰之後的發明呢 那就是都會去使用這一種的法國武器攻擊啦 那我相信呢 其實它和很多的法國武器呢 都在那個日能亞工藥 很多不同的工藥上面呢 限制使用啦 那但是這次呢 陳博 它仍然在爭執上面呢 廣泛去使用啦 那有沒有說 其實它聽下去呢 就是說它令到那些士兵啊 可能是那個毒性上呢 就會令到他們在戰場上不舒服啊這樣 那有沒有說 現在的戰場上看到 就是它會去到令到 例如說 就是似乎不是很廣泛地區去使用 就是你變成去查證又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只不過就是聽到烏軍那邊 聽到有人報告過有這樣的徵狀啊這樣 那還有呢 可能大家有留意 俄烏戰爭的時候都有留意 就是最髒的那些東西 是全部找了顧傭兵那幫去做的嘛 就是現在這一刻 你就說顧傭兵 普京就說沒有了而已 是不是? 那又不知道在哪裏借絲環運出來 又另外就是說很多先前做的髒的那些東西 包括白輪蛋 其實你看到呢 就是那個Wagner 這幫人去供這個巴默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經常見到用的 那其實這裏就可以順便說到白輪蛋那裏 就是不知道大家呢 去看回那個俄烏戰爭的時候呢 尤其是那個早幾個月時候呢 烏軍去守巴克姆特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照片拍了出來的嘛 就是那些僱傭兵呢 就大量使用這個白輪蛋 那樣拍出來呢 是一個夜景的相片 那一幅相片很漂亮的 有一堆好像呢 好像很浪漫白色的那些煙花呢 就鋪著整個天空的蚊慢慢垂下來 但是你不要以為是真的放著煙花這麼漂亮啊 它只是慢慢垂下來而已 但是其實呢 裡面垂下來的那些呢 全部就是在燃燒的那些白輪來的 那白輪本身就是你說可以有一個照明彈的作用啦 但是如果這樣亂吹 亂吹的時候呢 你看那種對於地面人員的損害呢 其實你問我可以是比習速彈更加不道德 更加嚴重都可以的 那這裡又要看白輪本身的特性呢 它涉事30度就已經可以燒了 那如果空氣裡面少於30度 這樣就沒事了 是吧 但是天空裡面 天氣熱一點點過30度 或者它碰到人體 人體37度 那就會燒了 所以一碰到皮膚呢 就馬上會燒了 就是很麻煩的一件事來的 而且白輪呢 就是更加骯髒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露液試劑有解藥 白輪有沒有解藥呢?幾乎是沒有的 白輪如果很不幸 我的手有些軟了在我的手上 這樣呢 它就很容易被我的皮膚吸收下去 而且能夠吸收下去的那些 我撩不出來的了 如果還在外面那些 你也不要找其他手來撥走去 你就要找到最好 那一聲就是千萬不要被它碰到油 油就會令它更加加速地去吸收 盡量就要找一些 帶一點點鹼性的那些水 來去把這些白輪 多餘的白輪衝走去 而剩下的已經被我的皮膚吸收了些 它就會繼續在我的皮膚下面 繼續去燒下去的 那凡是這些會入到皮膚 入到身體裡面的東西呢 如果它跟著身體一路周圍走去燒 戒指氣也好 腦液時劑也好 甚至乎你說去到這些白輪也好 你可以最後就是去到那個內臟的損壞 尤其是戒指氣和腦液時劑 是說那個對肝臟 就是會率先破壞肝功能 令到內臟衰竭這樣 而白輪那種 那種傷害痛苦可以很延綿的 因為只要它滲入皮膚下面 一路沒有跟其他東西化合分解了 它一路就繼續有能力在皮底下面去燃燒 所以另外可能會有一個舒緩的辦法 大家都會想到就是 去醫治白輪的人 你打死都不會用超過30度的水淋下去了 就是一定是冰水 冰敷 而且還要帶一些大鹼性的水 來將它盡量去沖走 可以帶走多少就多少 可以很肯定地說就是 白輪彈這種作為被歸類為化學武器 這種東西 就有在這個僱傭兵對於烏克蘭那裡 就有大量去使用 而且這個證據就很確鑿的了 對於受害的人 受到那種傷害可以很延綿 很長或者痛苦的時間很久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到就是 化學武器它比於那些爆炸性的武器 一個更加恐怖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令到你就算在戰爭之後 都繼續有一個很延綿的痛苦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那個化學武器 這麼需要去禁絕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 因為看到那個禍害 就是可以延續很多年 如果我們在說小朋友 小朋友他種了這些白輪彈 很多時候他第一時間都沒有反應 甚至可能戰爭裡面的爸爸媽媽都不在的時候 即時帶了很大的卓箱 對他生理心理 將來那個創傷很大 就是一直延綿下去 之後 所以這些就是戰爭和害 其實戰火 就已經為了大家的家緣帶來很大的破壞 再加上身體的傷害 心理的創傷這麼大 其實就 都對當地居民 其實就 困擾不止一代 隨時這些情況 所以今天很高興 習博士跟我們講了這兩種 就是我們講了一個就是 Lewis Agents 就是Lewis Sites 就是這個Lewis Sites 另一隻就是爆輪彈 其他就是我們之後 應該會繼續介紹一些 第一就是在戰場上曾經見過 甚至沙林 大家看到沙林以往 民間都有試過 恐怖組織 叫半恐怖組織 恐怖組織 中間團體 拿過來使用 大家都會好奇的 所以我們之後 都會跟大家介紹 其他的法學 其他的武器 讓大家認識 好 今天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忙 subscribe 包括軍武器言 和科學生志 兩邊 記得這個video 也幫忙給like 好 我們在其他的集數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好 拜拜